振興三倍券將在七月一號正式發行 北市府宣布再加碼 臺北市高中職學生只要上網登錄 並使用悠遊卡消費滿三千元 除了中央回存了兩千 北市府還加碼五百元 並且綁定悠遊付 又再加五百元 最高送出一千元 北市府既提出敬老卡 愛心卡B3000領3000的加碼優惠之後 再提出一卡一付封振興 獨厚青春加碼金的高中職振興加碼活動 希望年輕人能夠自己管理自己的財務 一張悠遊卡加一個悠遊付號 是最適合高中生 進入數位金融學習的一種方式 因為你可以安心的使用 消費 轉造 坐車或自動加值 高中生當作我們整個社會改革的動力 就是政策上是這樣 北市府加碼的裁員部分 將動用災害預備金 以及第二預備金 預留四千九百萬元 悠遊付部分則會使用 悠遊卡的補助款額度 要讓學生當社會改革的動力 跟領頭羊 一卡一付帶動臺灣社會轉型 記得その話 再馬上報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